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所谓的念佛禅观呢 可以说是从佛法时期一直到大圣佛法 到大圣佛法时期的 乃至于到大圣佛法的 那从佛法时期到大圣佛法呢 可以说它是通三圣的 因为佛法时期是不是比较针对身文原觉啊 到大圣来讲的话呢 就菩萨道 菩萨道 所以呢第一节 讲的是比较是什么 通三圣的念佛三昧的禅观 到第二节呢 针对大圣佛法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说早期的念佛 所谓的念佛其实是非常的早 在佛法时期是不是就有了 六念门 那么这些其实起得非常的早 不过在早期来讲的话 它是跟禅观是怎样 结合在一起的 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它虽然 导师也举了很多的这个 翻译过来的一些经典或论点 那么也讲到说 虽然各有各不同的 一些不同的讲法 但是 它的修行的次第 是不是还是相当的一致啊 所以呢 都是先从什么 佛像观 到生身观 到功德法身观 到什么 十方佛观 这个在我们的课本上面的 第264页 第一行那个地方 可以归结出 其实它会有这四个次第 但是到了大圣佛法 尤其初期 以波周三昧为主 以波周三昧为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念佛的什么 十种德号 先佛随念 是不是 也就是所谓的佛随念 念佛的德号 念佛德号 然后念佛的什么 生身 念佛法身 乃至到什么 念佛实相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其实到十方佛的出现 其实到了法身 这个就已经倾向了什么 大圣法 前面都还比较属于什么 佛法时期 这边是不是比较属于佛法时期 到大圣佛法的过程 那么这里呢 从念佛的德号 其实也还是保持着什么 佛法时期的一个特质 又回到这个佛的本身的德号 在因上面 尤其把因 行 意 又再一次的怎样 结合 结合在一起 当然念佛的十个德号 除了说保持着它的本质之外 其实因为成佛后 那么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然后再念佛法身 念佛 念佛生身 念佛法身 到念佛实相 尤其到念佛实相 这个会是 念佛的一个很重要的 最后终究呢 还是希望能够导到比较深至大横上面去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好 那 我们就 回到第271页 第270页的最后一行 有没有 这个因为波周三昧的出现 其实也在初期大圣 在初期大圣也有四种念佛 念十号 对不对 称明意念的念佛 然后三十二项的念佛 那么是念佛的色身 或者叫生身 那之后呢 就是念佛的法身 因为他色身光明 如荣金具 具足成就 重宝 年遇 那周末罗时 大师在思维要略法里头也讲 先观 当因 生身观内 法身 有没有 观内 法身 那个 法身呢 其实比较属于内的 反而生身是属于外的 所以就如人 先念金瓶 后观瓶内的 魔尼宝珠 好 那 拔波 菩萨经 也是波周三昧经 因为波周三昧经呢 其实有四种译本 有没有 在我们的第266页 波周三昧经 第一 在倒数第四行 有没有 因为汉译的现存四部 波周三昧经 第二呢 叫做 他有三卷本跟什么 一卷本 第三个呢 就是古代诗意的 八波菩萨经 有没有 这个还是属于波周三昧经 还有呢 在随 舍纳绝多 所翻译的 大方等大吉经 贤户份 有没有 贤户份 所以有时候导师会用 从大方等 大吉经贤户份 来印 因为有时候 这四个译本 不完全相同 但是呢 因为这几部经 我们就要知道 它都同样都是在讲什么 波周三昧 波周三昧 好 所以呢 这里也讲到 子摩金色身 如镜名月水 金珠身 譬如众宝所应落 也就是说这些功德法身来讲的话 它是不离色身 只不过它是由无量的功德来庄严 这种无量的功德就如同子摩金色身 也如同什么 镜名月水 金的这种诸身 有没有 因为这个就是前面所讲说 要观瓶内的什么 摩尼宝珠一般 就像重宝所应落的 所以它的色相光明 而且清净广大 无碍 显出佛身的无所不在 而且佛制它是什么 无所不了 无所不了 所以在念功德法身 功德法身 它还是从色身做出发的 只不过它就逐渐去破除 色身的那种局限性 所以它的那种清净光明 广大无碍 有没有 无所不在 无所不了 那么如果是声闻的话呢 它会离色身去念佛功德法 它比较离色身念功德法 但是大圣的念佛三妹呢 它比较不离色身 它不离色身 它还是由色身来做出发 然后不断的去扩大 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 那个毕如遮纳佛 虽然看到的是佛像 但是它的那个可贵在于它周边那个 那个射出来的那份光芒 让有形而到什么 无形 尽虚空界 那也因为尽虚空界 所以说一切法本来不坏等 有没有 这里就进入了所谓的念佛实相 念佛实相 就是因为前面这一页 二百七十页有没有 倒数第二四六第六行 说一切法本来不坏 亦无坏者 有没有 也就是说 它超越了那个表象上面的坏与不坏 这是不是还是不二的观念 我们要能够理解所谓的实相 是不是要进入所谓的不二 透过不二而理解所谓的不二 所以叫做念佛实相 到念佛实相的时候 其实它就逐渐逐渐会去超越了这些形象 那在波州三昧 念佛三昧里头 能够见佛 而且跟佛来问答 这种余节行者的修验呢 是从佛法到秘密大圣佛法所一致的 不仅从佛法到大圣佛法 而且甚至到了秘密大圣佛法 都还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修行者从三昧出定的意思 在定中的境界来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我们所谓的念佛三昧的 这个三昧本身就是在修禅定 在修禅定 那在定中境界呢 是可以进一步的跟佛能够怎样问答 是可以问答的 所以这里说从三昧起呢 做事念言 因为在定境当中 在定境呢 其实是那个心眼的打开 也等于是心眼的打开 那个是现在我们的第六意识里头 第六意识 会很清楚的看到佛陀 佛像 所以在定境当中呢 那么这个做官的人 他就会想说 到底这个佛从何来啊 我身呢 亦不去 我并没有去哪里 那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当下就要知道 诸佛无所从来 我亦无所去 有没有 其实是无来无去的 无来无去 我们看到现象会觉得 佛陀从哪里来 我又没有去 好像我也没去啊 但是呢 其实相对的 其实佛也没来 就是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这个是不是在 龙树菩萨的中论 里面最后两个 有四对的不二 最后 第四对是不是就叫 不来不出啊 不来不出 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 因缘所成的法 而不在于 他的相 那这个我们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来想一下 当我们去 有一根蜡烛 于是我们去找火柴 把它点燃 把它点燃 火就有火焰了 对不对 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删掉了 用手或者用扇子一删 它这火是不是就消失了 当火存在的时候 我们会想说 这个火从何来啊 等到删掉的时候说 火到哪里去了 我们会不会 我们会很容易去想 火怎么来 那当火不见的时候 火去哪里 这个是不是还是 从像来想 那其实不是 不是来跟去的问题 而是什么 原生原灭 是不是原生而有火啊 原灭而无火嘛 它是原生原灭的 从因缘法来看 其实是无来无去 这样理解吗 其实还是要透过因缘法 透过因缘法才能够 怎样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这里呢 它不仅做这样的一个念头 说这个佛陀到底从哪里来 那我到底有没有去 我是没去啊 因为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嘛 好那再一次的呢 它再去想 说三界所有呢 皆心所作 三界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缘法皆性 一切为心造 有没有 一般我们会想 大概都是由心所造出来的 由心所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随心所念 皆 悉皆得见 因为有心念的缘故 所以我们才见到佛 以心来见佛 以心来做佛 那心即是佛 心即是我生 好 这一段经文 在后面第四行就讲 为于其行者的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说的所本 因为这里可以看到 为世为心所造 有没有 会觉得 三界为心所造 万法为世所现 由心事来造出那些现象来 他们会以这个为本 因为这个部分呢 都还是属于 大制度论里面说的 引大制度论来说的话呢 那么都是龙树菩萨所造的 因为龙树菩萨是大论师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尤其像 真常微心系 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说法 但是呢 龙树菩萨还继续的讲 说心不知之 义不知见 如果我们的心不知的话 其实就见不到 如果若取心相 细皆无知 心意虚妄 皆从无明出 有没有 当然我们说 看到这些呢 现象 其实龙树菩萨所要讲 其实它是原生的 但是 因为我们会觉得 这是心所造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取向 一旦去取向的时候呢 就无知 就无知 那么我们心呢 也会有虚妄的成分在 为什么会虚妄的呢 就因为我们无知无明的缘故 无知无明的缘故 所以因是心相 即入诸法实相 所谓长空 也因为有心的这些现象 所以这些心相 说实在呢 其实也是因缘所成 那也会因缘 离散而灭 如果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去观到说 不是只有到心事的问题 而是它是原生原灭的话 那我们心就比较不会去作向 就比较不会去取这个心相 一旦去取心相呢 就是无知无明啊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不取心相的话 才能够入法实相 乃诸法空相 有没有 诸法实相是不是就是诸法空相 所以说它长空的 这个长空不是恒长不变的空 而是它其实就是在显现诸法空相 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 有没有 我们经常这样子讲 诸法空相乃诸法实相 什么叫诸法实相呢 就是所有一切实际的现象 实际的现象 也就是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现象它是什么 是平等平等之相 不是空空如也之相 有没有 所以这个空它本身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 否定不平等 其实反而显示出什么 平等来 反而显示出平等 后面就会讲到了 所以这段说实在 虽然三界为心万法为世 说的所本 但是它所本是不是只取了一段而已 其实还只是取了一段而已 取了前半段 说以心见佛 以心做佛 心即是佛 心即我身 当然我们说 这个是比较针对一般来说 因为是为心所编先出来的 为心所造作出来 为世所编 为心所造 这对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到后来 这也讲到 但是如果我们心不自知的话呢 亦不自见嘛 也见不到啊 对不对 也必须我们的心是 是清楚的是明白 那心要能够清楚明白 是不是也要有因缘啊 意思就是说 也要有素适的因缘 善根因缘 是不是才能够体会得到 乃至还要体会更深的这个部分 就是要能够怎样 不取向 不着想 还要能够不着想 因为但着想 是不是就是无名无智的出现 所以这里所 这个 因是心相即入诸法是相 但是也因为有 这个心相 这种心相其实是原生的相 因为透过心相而看到 因缘所生的相 那因缘也会离善而灭 透过原生 缘灭 其实才能够入诸法 实相 在讲所谓长空 的这个空 是在讲 所有一切 无非都是什么 缘起性空的空 它都是缘起性空的空 所以我们说缘起性空的空 它是不是通彻一切啊 缘起性空的空 其实就是所谓的 真理法则 无处不空 是不是无处不空 所以这个空不是空空如也的空 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样的 好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 三世为心 万法为世 那当然 这个是讲的比较上面的这一段 那是在定中呢 才看到了佛 听到的佛的说法 其实修行者本身并没有到佛国 佛国 佛陀也没有来到这里 见佛跟 见佛 听佛 说法都是自己定心所现 这里要有个定心所现 有没有 因为所谓的念佛三昧的 这个三昧是定的意思 是禅定的意思 是在定中呢 见佛 与佛来问答 波州三昧经里头也列举了 这个梦遇 不敬想的这个比喻 那么也从水啊 油啊 明镜啊 水晶 这个水晶其实就是三个日的那个晶的意思 水晶 所见到自身的影子那样 比方我们去照水面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自己本身啊 在清静的油面上也有可能 在镜面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 甚至用水晶 也可以看得到自己啊 那解生命经里头也讲 我说事所缘 为事所现故啊 那么也是透过为事所变现 那也都是依三摩地也就是定的影像说 其实那是看到什么 其实那是看到什么影像 不是看到真正的自己耶 是不是看到影像啊 随心所 为心所造 为事所变 所以呢 这个解生命经也用明镜来做比喻 健死 吴卓也是为师系的大师 也造了社大身份 成立为师 也以梦想 梦等 不敬享为欲来说明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诸于且师 所谓于且师就是禅师 禅师裕一物 对于某一种东西来说的话 因为种种圣洁各不同 种种所见皆得成 故知所取为有事 就是说所谓的禅师 其实对于任何的一个物体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禅观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禅观 因为种种圣洁各不同 所谓的圣洁是殊胜的理解 它是可以超越现实去观想的 超越现实来观想 所以一旦要超越现实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种种不同 所以我们所见的就会有所不同 所谓的超越现实一方面 不只是我们所见的现前的景象 跟我们所见的因缘是不是也有关系 聪明才智或者善根因缘 其实也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像念佛的德号或设身法身 在定心所见的听到的也都是透过圣洁观想而成 但是圣洁观都还属于假想观 都还属于假想观 是因为我们超越现实 超越现实来假想 它也不是真实不变的在那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圣洁出来的是不是也都不同 那华言经入法界品善才童子所参访的解脱长者也讲 一切诸佛随意即见 所谓的佛陀其实尽虚空界 只要我们内心有佛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感受到佛的存在 如果我们内心无佛 是不是佛在他的内心也无法存在 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法 它是相对出来的 好那 所有一切诸佛呢 其实可以随意即见 可以随着我们的意想而怎样 陷在前 彼诸如来不来至此 我也不往彼去 知道一切佛无所从来 我也无所至 只一切佛即于我兮呢 皆兮如梦 是可以如同梦幻一般 是可以幻现的 所以从念佛见佛所引发的违心观 就会成为大圣佛法的重要内容 违心 因为像刚才的272页的第一段的解释 说实在大部分都会比较陷在前面那一段 后半段的在因缘上的解释 是不是就比较少 因为我们比较容易从怎样 违心所造 违心所现 的角度来看会比较普遍 容易 如果要从因缘法来看待 是不是就困难一些啊 就要善根依缘 比较深厚一点 因为后面说 若取心相 皆兮无智 心意虚妄皆从无明出 这些 属于否定式的符号 是不是不容易理解啊 所以我们会比较 比较重在前面 而而且比较普遍 因为普遍的大众说实在 对佛法的那个认知的程度 是不是也是比较有限一点 因为要能够深入的话 是少数比较有善根因缘的人 真的去下一些功夫才可能 所以呢 就比较在了解 以心见佛 心即是佛 会比较放在这个 这个部分 所以呢 在《波周三昧经》里头 卷上就进一步的说 心有想为吃啊 心无想是泥环 也就是涅槃 其实这个都还要心有想 但是心有想的时候 是不是也容易着想啊 着想呢 就容易形成什么 所谓的愚痴 心无想呢 才是所谓的涅槃 这个无想并不是说心不要去想 而是要能够 不执着想 还是有想而不执着 是不是不执着才能够进入涅槃啊 因为我们一旦有想 我们就很容易起执着嘛 一旦执着是不是就愚痴了 所以这里的无想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没有去想 而是怎样 能够 不执着想 有想而不执着想 才能够进入涅槃嘛 是法无可乐者皆念所为 设使念为空而 设有念者呢 亦了无所有啊 所以呢 是法无可乐者 就说 这种所谓的法 到底是苦是乐啊 说实在 都还是念者所为的 那么 主要的 因为这个念本身 念为空而 有没有 这个念为空而是讲 说这个念呢 其实念与不念呢 它是非常的平等的 如果有念呢 所谓的 设有念者呢 亦了无所有 其实我们说 念与无念啊 念与无念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平等 那么假设是有念 就算是有念 都还要能够 怎样 不执着念 不执着念 是不是才能够 了无所有啊 才能够去明了 所有的一切呢 都不是我们能够 执着的来的 所以这个说 这样子才是 唯心所限 进入什么 空三昧 有没有 我们应该要从 唯心所限 要能够去入 空三昧 要从有想念 而向什么 理想念的涅槃 有没有 还要去理想念 虽然说有想 但是要放下 对想的执着 这个叫理想 因为我们从 肯定式的符号 容易怎样 去起执着 而且肯定式的符号 比较讲在现象上 否定式的符号 是比较讲在什么 因缘法上 而且在表达 因缘的什么 平等性 同样是念 那么就看 每一个人的善根因缘 善根因缘比较不足 是不是反而从想当中 而起无名 三根因缘比较充足的 反而透过想 而不执着 而有机会入涅槃 所以以涅槃为去向 那么显见为 大圣初期的圣典 因为大圣初期 初期大圣来讲的话 以信空为明系为主 在三系当中 其实它是 大圣三系里面的 最早出现的一系 因为定心所现见的 只是观想所成 它本身并没有 没有真实性 所以有念呢 它本身还是空无所有 有没有 纵然有念 它不是恒常不变的有念 会不会变成无念啊 有念是因为因缘所成嘛 之后它是不是会因缘离散 我们不要只有 执着在有念上头 而去执着它的话呢 那反而是什么 是烦恼 所以呢 纵然是有念 我们也要去预知 它不过只是 原生出来之后 是不是也会圆灭啊 也会圆灭 叫做空无所有 空无所有 也就是在讲 缘起信空的空嘛 也就是在讲 因缘的原生 缘灭 所有一切东西 物质本身 它不会不变 对不对 它是不是不断的 显示出无常的特质啊 那大制度论 所以导师呢 就回头 再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三种空 根据龙树菩萨的大制度论 第一个叫分破空 叫西法空 也就是到零须直的空 是怎么来的呢 就好像说 一个有形的 一个线 或者一根木头 把它切成一半 再切成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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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非常迅速的 就变得非常的渺小啊 非常的短 短短短短短 短到几乎快没有了 的那个空 因为它已经几乎没有 但是还是有哦 还是有 所以那个叫什么 零须直 有没有 如果有一个木头 一根木头 切成一半 它是不是甚至这样 再切成一半 再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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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弄下去就真的 不晓得怎么弄了 但是 总说 它是不是有 无限的一半啊 无限的一半 一直 一半一半一半 到几乎没有 叫零 虚 直 是这个直 它已经在虚空的旁边了 几乎没有还是有 几乎没有的这个没有 我现在可以把它当作空来看 这就是天台的叫做西法空 有没有 西法 就是刚才讲的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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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几乎没有但是还是有 所以这种的空 不是这个空 龙树菩萨讲的空 不是这个空 不是分破空的空 第二个 观空 也不是观空的空 而是什么 十八空的空 是缘起性空的空 缘起无自性的空 前面二者是方便说 是不了意说 波州三位经 自心所见为空 那是观空 这是可以观 可以做圣意地的假想观 圣洁的假想观 可以圣洁作义的假想观 空也可以观 比方我们闭起眼睛 也可以想象这个地方 空空如也 什么人也没有 能不能这样想 我们的心 当中是不是也可以 现那样子的像 或者做白观 黄 青黑赤白 都可以观 空观也是其中一种观 以前不懂佛法的时候 也是想说 金刚经一直在讲空 我们直接去想 我们就会想成空空如也的空 不是那个空 不是观空的空 不是 而是什么 缘起性空的空 是一切法不坏的空 有没有 是净空 心也空 其实这个心也是会空的 静也会空 心也会空 为心所变 为心所造 为事所变 心事本身都不是恒常不变 虽然我们说 知道这个外在所献出来的是虚妄的 但是这个心事先安放在心事上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心事其实也 也无法恒常不变 只不过一时的 暂时的失色 说我们有心事来变现出这些来 但是当我们死亡以后呢 心事好像就没作用 不过以为事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就放在他的七八两式里头 再去流转 但是在七八两式来流转的话 其实还是因缘在流转 所以所谓的空 是缘起性空的空 也因为缘起性空的空 所以呢 一切法不坏 有没有 这里的一切法不坏 是在讲缘起性空的空 能所二空 心与静其实都是空 能所二空 就是不落二边 不落二边 所以所以说 静空心也空 与无性空 是一样的 有没有 因为当时候 中观跟为世系 还没有成 还没有成形 因为这个差不多在西元179年 179年 其实中观的成立 大概要 因为龙树菩萨是150到250年的人 他的著作应该都是在西元200年以后了 200年以后 因为龙树菩萨很长寿 150到25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龙树菩萨的那个 中观系还没成形 为世系是不是更晚啊 到四五百年 到四五百年 所以学派还是依着行者所 所种的而划分出来 偏于空还是偏于有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会发现说 其实就算禅官 尤其在念佛三昧 也就是念佛的禅官 纵然官到相 纵然官佛相 其实他更可贵的 是不是还是要转到什么 实相 这个是不是到最后 还是要到念佛实相去啊 当然我们难免还会停在前面 这也是难免啊 不过 不过透过法义的话 因为在修禅官 为什么要修禅官 是不是要跟会结合才有意义啊 还是要跟会结合啊 因为学佛是离不了什么 解脱 涅槃 的本质 有没有 佛教他的本质是这个 并不是只有在现象上 不是停顿在现象上 所以学佛 纵然解脱道跟菩萨道 好像两种道 其实他的值是不是一样 只是量不同 有没有 值一样 是什么 解脱涅槃的本质是一样的 就算我们要观佛 念佛禅官来讲的话 是不是还是为了解脱涅槃啊 还是希望能够跟会结合在一起 不是只有落在定上面 因为我们如果着相很容易 只有停顿在定 在会上会落 所以呢 在修定呢 必须要跟什么 会结合 是要跟会结合的 好 那么第274页 波周三昧是现在十方诸佛 现前的三昧 并不是限定在某一佛上的 但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波周三昧 几乎都是在讲阿弥陀佛 现前 其实不止 其实并不止 因为 在第五行第六行那里 说波周三昧所念的是 谁所听闻的地方 现在佛而发心 来念佛见佛 经上面特别举阿弥陀佛 西方阿弥陀佛应该是波周三昧 因为是在北天主 也就是北印传出 这里恰好流行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的法门 所以就以阿弥陀佛为例 说实在波周三昧并不是专指阿弥陀佛 现前的不是专指阿弥陀佛 并不止 并不只是阿弥陀佛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但是我们现在几乎 一旦说波周三昧一定跟阿弥陀佛就结合在一起 其实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的 其实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的 只是专念一佛 因为在初修的时候 在刚开始修波周三昧 当然只能念一佛 但是这一佛并不限定阿弥陀佛 这样理解吗 等三昧成就之后 佛身会现前 还要渐渐的去观东方 南方西方北方 还有这个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十方一切佛 转转增多 因为他其实跟十方 这个观十方佛还是有关系的 也透过观十方佛而尽虚空界 而发现其实十方佛 他还是非常的平等的 所以呢 这里也讲到说 在倒数第五行 波周三昧是念十方 现在一切佛的法门 十方现在当下的 那念佛法门广大流行 所以念他方经典也不断的出现 所以也表示了大圣 佛法界的一项重要的意义 就是所谓的念佛法门 它会广为流行 它根本的原因就是 佛弟子对佛陀的永恒怀念 因为佛陀不在了嘛 对佛陀的这份永恒怀念 所以以南传来讲的话 他比较会陷 他的那个念佛的对象 会比较陷在什么 释迦摩尼佛 倒不是阿弥陀佛了 北传的话会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往西北的那个时间跟那个空间 正好流行阿弥陀佛 所以传到中国之后 是不是都以阿弥陀佛为主啊 其实以南传来讲的话 还是以释迦摩尼佛为主 因为世尊在世 佛弟子见佛文法如说修行 因为有佛陀在指导 甚至南传以声闻为主的时候 其实他也比较不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他是不是也比较陷于释迦摩尼佛 那当然释迦摩尼佛他涅槃以后 虽然也一样还是在文法修行 但是在一般佛弟子的心目中 到底没有像佛陀那么样子的能够怎样 应急开始偏僻如理 因为佛陀毕竟不在嘛 如果佛陀在的话多好 任何的问题去问佛陀 是不是都能够得到非常满意的答复啊 那但是佛陀不在了 所以从世尊入灭到下一个弥勒菩萨成佛 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说 从释迦摩尼佛的入灭之后呢 会有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之后 末法一万年啊 末法一万年 当然这不是定说了哈 不是一定如此 其实这个还是因缘法 如果我们佛弟子希望 佛法能够长住在世的话 也可以去延长它 但是呢 要到下一个佛的出现呢 在娑婆世界来说的话 要五十七亿年了 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是没有佛法的时期 所以我们说 就算现在尽虚空遍法界 宇宙当中 还有很多的世界 是没有佛法的 纵然我们说 我们的娑婆世界 是有佛法的 但是将来 在时间上 是不是也还有一段时间 会是没有佛法的 所以我们说 那这样子 我们这辈子 有机会学佛 下辈子到底要去哪里 那当然因人而异 因为因缘本来 就是各有不同 我们的善跟因缘 是不是各有不同 我们的发愿 也会各有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 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起码发愿到一个什么 有佛法的世界 时间空间要生对地方 所谓的世间 就是时间加空间 才叫世间 要投生在一个什么 有佛法的世界 还要有佛法的时代 对不对 纵然我不知道 还没有很清楚 我到底要去哪里的话 起码 而还感受到佛法很好 不只我这辈子学佛 我希望我下辈子 还能够学佛 那是不是就要 发愿到一个 有佛法的世界去 所以我们的娑婆世界 纵然目前有佛法 不表示永远 永远不变得有佛法 纵然说 要等到下一位佛陀的 成就来讲的话 确实要那么漫长的时间 所以呢 在这种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那么长期不逢佛法 那么也就难免会有失误 误失或者堕落的可能 那么这也会是我们佛 弟子永恒怀念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会担心佛陀不在 没有人指导 而我们可能会堕落 如果现在十方有佛 而我们去圣解念佛 而三昧成就的时候 就能够随时见到佛 来听闻佛法 还能够跟佛陀来问答 那是不是就太理想了 波周三昧也会有这个好处 那么念佛 往生佛国 可能可以不离 见佛文法 能够满足佛弟子的 的愿望也是一切念佛法门 圣行的什么原因 所谓的念佛 来说的话 当然像我们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可以去见佛文法 对不对 纵然说 我们娑婆世界 佛陀已经涅槃了 虽然有佛法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 那里还有佛陀呢 不只有佛法 还有阿弥陀佛还在哪里 所以 佛弟子是不是也会希望 有佛陀的指导 那纵然是 像波周三昧 他也不限定一定是阿弥陀佛 只要跟我们投缘的佛陀也一样 在修念佛禅观的时候 佛陀也一样可以献钱 一样可以请法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种什么 念佛法门 但是这个是必须要修定 因为要在定中才见得到 并不是我们在善慢中 佛就能够献钱 这都还没办法献钱 因为要修定的缘故 所以修波周三昧一样 这个并不限定哪一个 哪一位佛 并不限定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念佛 念佛法门盛行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希望 有佛陀来指导我们 对不对 纵然这个时候佛陀不在 我们也还可以去跟佛陀请法 那就是透过念佛三昧的方式 禅修参观 还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在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我什么都能够